你說小潔有沒有去照顧到所有的人 我拿一場比賽來講好了 躲避球 你知道躲避球我們是9打9嗎 那你應該就是看畫面也知道說 那個時候有兩個女生 紅藍兩隊各一個女生 手指是因為踢足球的時候 骨頭裂的裂 然後韌帶斷的斷 你知道那一通電話是小潔先打給我的 他說小潔我們要不要9打9 因為我們各有一個人受傷 那我們不要讓他在上上加上 然後我們就跟製作單位講好 我們來9打9 你說這種事情有能看得到嗎 沒有能看得到 只有我們兩個知道 那我們需不需要為了隊員去做這樣的事情 肯定要的啊 其實我在國中打棒球的時候我就是隊長 對啊 我就是那時候打校隊的時候 國一的時候教練就叫我當一年級的隊長 所以其實我很習慣 知道說隊長的職責是什麼 因為隊長他 當然國中的時候一定都會挑選 是比較在隊上比較強的人當隊長 可是後來我長大發現 看了很多球賽 看了很多運動員 其實真正的隊長他不太是屬於那種最強 他反倒是他在心態上或者是在照顧隊友這方面 他是比較強 對啊 我覺得他們找我就是投票給我可能是覺得我就是一個 樣子 就是我曾經問過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要選我當隊長 他說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大家就會覺得很安定 可能就是因為氣場的關係 就是他們就不會怕 對啊 我覺得嗯好 那我就會很享受當這個隊長 其實隊長他只是一個頭型 可是隊長真正的角色其實就像另外一個教練 然後那個教練是在影隊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要去給大家溫暖 因為我覺得反倒會變得很像 一個就是很愛念的人 就是你 隊長的眼見然後隨時不停的一直在看這些人 他身上有沒有傷痛 然後他的心理有沒有就是很害怕的事情 我覺得反倒是在態度跟心理建設上要做很多功課 對因為不時你每一個人 比如說他今天可能跳不過有個狀況 你不可以當下直接跟他講 你可能要回家私底下說我打給他 然後你是不是很害怕你跟我講 家衛就是這樣 然後我說你是不是很害怕的時候 你打給我跟我講 講出來 然後我 我告訴你怎麼樣去做 你心情會比較好 對啊家衛也打過 小巴在害怕的時候我也打過 谷歌就不用講了 因為我每天討論 又婷我也打過 靜倫我也打過 就是所有人我也打過 他很強的是 他會帶心 小鐘就把我們拉到 大家是一個目標的 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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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韌帶斷的斷 你知道那一通電話是小潔先打給我的 他說小潔我們要不要久打久 因為我們各有一個人受傷 那我們不要讓他再上上加上 然後我們就跟製作單位講好 我們來久打久 你說這種事情有人看得到嗎 沒有人看得到 只有我們兩個知道 那我們需不需要為了隊員去做這樣的事情 肯定要的啊 我跟綠隊提出吃掉隊長的職務 然後就是我覺得比賽輸我有很大的責任 你知道他想要吃掉隊長嗎 其實我不知道 對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少了 少了他就是你知道就是 紅隊就是美隊長 然後我會覺得有點寂寞 對因為我們兩個有時候每 因為他左撇子我也左撇子 我們兩個每次在賽場上遇到的時候 永遠都是我們兩個人在對壘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他而且又是以隊長的身份 他現在就是辭去隊長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好可惜喔 然後但是也覺得他好辛苦 因為他已經不是在面對紅隊了 他是在面對社會大眾 大家給他們的壓力 你說紅隊他們真的沒有壓力嗎 他們真正的壓力都不是他們自己給自己的 都是外界給他們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應該大家真的要多多鼓勵 趕來參加全明星運動會的所有選手 因為來這邊的人幾乎都是在挑戰自己 然後去學習到更多的事情 相處上團體上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想看這個節目的人 我覺得反倒是要用一種學習的態度 或者是一種鼓勵的心情來看這個節目 因為所有的演藝人員真的都很累